历史上一件事情做成了或者没做成 其实都不代表今天这件事情能做成或者不能做成 我们两个都是错的 但是我选择的是向成功努力 他选择的是向失败努力 那到最后就是我有机会成功 他没有机会成功 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去看那些商业大佬们的成功也好 或者是别人诚实的密切 不要太究竟于方法 因为所有的方法都是situational的 但是你要去看 他最关键的 大家如果睁开眼睛看一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给我们很多限制 很多时候的限制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 当你在敷衍你的大脑的时候 你的大脑也会敷衍你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Pretary John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如何做到那些之前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视频前面我会讲一下我对这个话题的原理的理解 后面我会给一个小开关或者一个小咒语 总之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自己能做到很多自己之前做不到的事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 这条道理其实很简单 这两条 第一条道理就是相信自己能做到和如何做到一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 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人做到一些事情 比如说不管是那些商业大佬们的成功 像伊朗马斯克火箭发射成功啊 或者说是OKF把SCPT给做出来啊等等 我们都会去猝盘他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 后来会发现天时地利人和 试机运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导致他们成功路径其实不太具备可复制性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前半部分 就是他们首先要相信这件事情能做成 要相信这件事情能做成 既要有他们独特的insight 要有对于这件事情的conviction 我们马上就会把这一部分拿出来重点的说 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去发射火箭 但是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想减肥 我们想跟人更好的社交 我们想在公共场合说话更自如 我们想克服拖延症 总之我们也有很多想法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 如果刚才自己的例子 大家觉得自己做不到ABCDE 比如说不能克服拖延症的话 是有各种各样主观客观的原因的话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我们身边长辈的例子 就是我们有很多长辈 他用这种手机用的很溜 他会用手机都会用微信 他会打车 他会叫外卖 但是有的长辈他怎么学都是学不会的 但是如果你看我们头领眼的话 我们有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都会使用微信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有一些长辈他永远都学不会使用微信呢 其实就是我今天视频的主题 大脑自己给自己所下的这个筋骨咒 才是你做不成很多事情最重要的那个因素 那我们就回到这三个例子一起讲 刚才说的三件事情 就是大脑们的成功 我们自己身上想做的事 和一些我们身边人看似很简单 其实做不到的事 这三件事情虽然有大有小 但是其实背后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那它的解决方法就是conviction 我之前在一些视频讲过 不过我最近因为学习了格局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心灵反则等等的原理吧 我对他了解的更深了 所以说我想把这原理也跟大家剖析一下 帮助大家建立对自己能建立conviction这件事情的conviction 有点绕啊 就是前面那期视频我介绍了conviction的重要 可是你没有办法建立conviction怎么办呢 那这期视频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建立这样的conviction 好 多数铺垫了这么多 我们赶紧进入正题啊 我们如果看第三类的例子 其实就能很明显的识别到 那些长辈们他们之所以不会使用主动手机 就是不会用微信或者会用微信不会打车 不会乱卖不是这些东西设计的有多复杂 而是长辈他在接触这个的时候 马上就觉得我不行 我做不到 或者再换一个例子 每一个人类其实都是能 学会游泳的 就是人这个身体是适合游泳的 但是有一些人学不会是因为他们害怕水 不是因为水真的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危险 我们在游泳池里边学 已经非常非常的安全了 而是他心中觉得我接触水 我游泳会死 或者说我不可能学会游泳 那他就学不会游泳 他要先把这个观念转变了 他先把心中这个开单给 打开关上了 他才有可能去做成 他之前觉得做不成的那件事 那这是一件小事啊 就是学游泳 可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deal我能弹成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能卖出去 我觉得这个产品我能做出来 可是我别人告诉我这个东西做不出来 那我和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差别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里就是要把这个点聊透了 就是念头的重要 当我发起内心的认为 这件事是可以做成的 那我心里边每天都会产生 很多关于如何做成这件事情的想法 我也会搜集这件事情 为什么能做成的证据 我在跟别人说这件事情 我打算怎么怎么做的时候 我就有很多关于这件事情 如何能做成 别人为什么类似的事情能做成 历史上为什么类似的事情能做成 等等很多的证据 我能吸引到更多的思维 我能慢慢地说服很多人 最重要的是我说服了自己 我能找到很多办法 一个人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做不成 他就会不断地去收集这件事情 做不成的很多历史 和历史上很多失败的原因 大家要知道啊 我们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个河流 历史上一件事情做成了 或者没做成 其实都不代表今天这件事情能做成 或者不能做成 我们两个都是错的 但是我选择的是向成功努力 他选择的是向失败努力 那到最后就是我有机会成功 他没有机会成功 其实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去回想那些商业大佬的 他们是怎么做成他们的事情的 我们会发现 他们在成功的过程中 有各种各样的天使地位人和 时机啊运气啊 巧合啊等等 导致他们最后做成了 所以说我们在复盘大佬的方法论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这些人其实就是在电梯上坐俯卧车 然后到了楼顶 然后跟大家说 你看我坐俯卧车找到很多 其实我觉得这个 Preticide也不是很对 因为这些大佬们 他特别相信这件事情 他特别想做这件事情 哪怕他没有坐上那个电梯 他也会爬楼基于爬到那个上面去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了没有 就是他们会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成功的那一次 但是他们可能之前失败了十四 一百四一千次 就是当你没有这个对这件事情的 conviction 你不觉得这件事已经成功的时候 你在失败第一次的时候 你就把这件事情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去看那些商业大佬们的成功也好 或者说别人承识的秘迹 不要太正确于方法 因为所有的方法都是situational的 它适合于当时的情况 就不适合今天的情况 但是你要去看 它最关键的那个 它的insight 它的那个洞见是什么 从而这个洞见怎么样去引导它 建立了这些对这件事情能成功的conviction 以及有了这个conviction之后 它的心理是如何支持自己成功的 好的我的道理就想到这里了 就是说你相信这也是一个成功 自然而来之后去努力 没有什么一定成功的方法 而且这个事情上说实话 就是大家如果睁开眼睛看一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给我们很多限制 很多时候的限制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 就是我不能去做这个 我做不到那个 我不应该做那个 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限制 我们先要把自己大脑里的这个限制给消除 你才有可能去做到那些 你之前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 道理就这么简单了 我没有办法讲的再清楚直接了 相信你就相信 不相信你就算了 那我们会相信这件事情 给同学送一个具体的行动点 那就是注意尽量这两个字 尽量不要对自己用尽量这两个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大家想想别人跟你说 我尽量做的时候 它什么意思 大概率就是他不想做 或者他不打算做 除非有一些特别靠谱的人 就是他在跟你说尽量的时候 他是真的尽自己全部所能去试图做 不然觉得爱多数的时候 就是一句敷衍 我们对自己的大脑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想减肥 我说我要减十斤 那我的大脑说 哦我要减十斤 我怎么去减十斤 我要想办法去多锻炼吗 我要想办法去多吃吗 这是一个目标 然后但是如果你给你的大脑说 我尽量减十斤 你的大脑知道这是一句敷衍 你没有把这个目标 take it seriously 所以说你也没有真的去做 那他当他遇到了关于这件事情的第一困难 他的反应就是放弃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个有信念的人 你就会遇到了一个困难以后 你不会去放弃 你遇到了一个困难以后 就说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我怎么样去遇到过这个困难 比如说我今天饿 那我就想想饿到底会不会真的对我的健康产品影响 如果说他没有对我的健康产品影响的话 那我就饿着呗 如果他对我健康产品影响吧 那我就尽量吃一些可以耐积一点的粗粮等等 但是不要吃太多的糖 然后我都去运动呗 对吧 你的大脑就会 你的大脑遇到任何一个困难 他都是有办法去克服的 但是如果他不管这件事情当真 他不会帮你一起克服的 所以说我们要know yourself 然后要知道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心 自己的大脑 其实是需要被一些话来统一的 当你在敷衍你的大脑的时候 你的大脑也会敷衍你 那我们以后不说尽量这个词 对自己尤其不说尽量这个词 就会帮助我们不敷衍自己 会帮助我们达成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最后再打一个补丁 就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想做是可以做到的 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想做未必能做到的 那就是这个事情有多少是你能控制的 然后我们应该去找到那些我们能控制的 去尽量避免那些对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要求结果 比如说升职就是一个 有一部分是我们能控制 有一部分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你工作做得好 你大概率能升职 但是不是一一对应 不是百分之百的 那我们就应该把目标尽力在好好完成工作这件事情上 如果你能不叫就是升职的话 那你应该把它拆成两步 就是第一步 升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第二步我如何去达成这样的条件 也许这里边有一小部分是好好完成工作 另外一部分是你要有communication啊 你要学会这个给自己的项目增加visability啊 你要想办法得到其他人的任何等等等等 那你就去做就好了 我的频道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心得分享 如果大家想多听的话我也可以多讲一些 但是我觉得根根结底最值得定立的目标 就是最最好的目标是可以把你的心身体 你带到同意下来的东西 那一定不是升职这样的目标 而是那些你自己能掌控的 然后你自己有获得感动的这些目标 只有这样的价值 这样的意义 才能跟你的世界观所吻合 然后你才能激发你自己的念头和潜能 好的已经讲了这么多 其实讲完了以后我发现还是有很多话 其实是值得讲太近不说的 那么以后慢慢再去讲它 给视频记到这样 谢谢大家